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利欧非常生气,用来解开封印的力量又少了一个 清人他们与小慧会合 迪奥让他恢复体力 小慧说他们看到文恋救下敌人 小马想说对方是泰德要找的切力血 可是大家都听不明白 而且文恋看他们的眼神就像敌人似的 他也知道灵被诅咒才卑鄙战斗 这时阿里谢和他的魔物里亚出现 他也想阻止法务杜复活 他说出重点,就是要打倒利欧所有的力量 也就是说文恋必定要干掉 他要清人他们有所觉悟的做选择 一是干掉文恋,灵兽诅咒杀死 或世界就此完蛋 决定人的生死让卡修非常难堪 这也是卡修的考验 卡修说两个都想救 因为他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找到方法 卡修想复活法务杜,再解开灵的诅咒 之后他们想办法从法务杜回到魔界 阿里谢说卡修合格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也是成为王的考验 如果轻易抛弃伙伴算什么王 阿里谢说法务杜的秘密就在体内 之后他们要进入其体内找出控制法务杜的房间 而且要在这两天找出线索 阿里谢带他们进入秘密通道 因为阿里谢是利欧要找的叛徒 他们来到法务杜嘴巴的房间 一进去就感觉怪怪的 就像被人吃一样 不时还有微风吹倒他们 体内也满是陷阱 他们先看到法务杜体内的地图 这里是控制室 可是从地图来看 他们是无法进入脑部房间的 但接下的路只能慢慢摸索了 他们去到第一个房间 地下全是熔岩 而且墙上还有守护者 名为粪便丁丁 他问亲人他们是敌人还是使者 阿里谢说他们是使者 丁丁说 若是使者必定可以答对他的问题 格雷说 他说笨蛋马上逃跑 丁丁把后路斩断 全部人都要答对 只有一个答错 所有人都要领饭盒 第一题 丁丁问他们在哪里 当亲人在思考着问题的艰难时 格雷打出法务杜 还给他答对呢 然后把他送到VIP席等其他人答对 第二题问 下面是火 上面是水 是啥 这时亲人已经意识到 对方出的都是些普通问题 他把答案告诉鸭嘴说 让他通过 搞得全部人都轻松通过 剩下亲人 他提问 82万9735 乘于96万1527 是多少 瞬间被亲人答对 搞得丁丁非常尴尬 现在竟然还剩下 不会说话的小码 答案竟然就是一个 超难解的公式 这让亲人直接发怒 叫丁丁说出答案 吓得丁丁都大哭 可换了个问题 小码还是无法解答呀 另一边 千里眼已经知道阿里歇背叛 他向利欧报告 这正好可以让卡修填补最后的输出位 而且他们还有文链的帮忙 另一边 亲人他们竟然过关了 原来丁丁棍的问题都是跟动物尾巴有关 所以当小码指向丁丁就完事了 亲人他们来到小厂附近 突然就出现个大电钻 打算把亲人他们磨碎成为养分 修女在逃跑途中不小心绊倒 幸好卡夫把他救下 他想先跑到前面为他们找出口 亲人在逃跑途中踩到红色柔软物 然后墙壁伸出多个触手 直接把格雷的包给融化 如果命中就聚聚了 在逃跑时 莫文偷来的内裤掉了出来 两条被融化 亲人看到一条却掉在地上的洞穴 亲人看了看地图就确信 他是通往下方的入口 可是那些洞要电钻经过才会打开 为了当磨碎的养分被吸收 阿里蟹说他可以使用大招停下电钻 让他们可以跳进洞穴 可是阿里蟹念咒语途中就愣住了 可是掉落洞口的人只有亲人和阿里蟹 文恋他们已经等候多时 当他们认为其他人挂掉时 全部人都逃离到洞穴 亲人骂阿里蟹为什么当时没有念咒语 幸好他们靠莫文的缓慢光线才得救 千里眼说阿里蟹的目的就是骗他们来这受死 其实阿里蟹受到诅咒的影响 导致无法念出咒语 千里眼说他想找到解开法无度的力量才靠近亲人 目的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咒语 千里眼说完就看眼发出妖眼光芒 让亲人他们的影子捆绑自己 光头还让文恋用绳子绑他们 文恋也说出他是逼不得已 因为灵已经差不多要死了 这时亲人找到破绽 就是千里眼必须持续发光才可以维持影子数 当亲人和卡夫要念咒语时被堵住嘴巴 亲人在懊恼阿里蟹到底是叛徒还是朋友时 被卡修一语刀破 因为他是有坚强信念的男人 突然阿里蟹站起来攻击千里眼 让他咒语失效 是卡修的信任让他振作起来 千里眼看着颤抖的阿里蟹 他再次使用影子捆绑 这次被李亚逃脱把他们解放 可连续的使用咒语让阿里蟹有些吃力 卡修直接攻击 可是被文恋徒手挡下 文恋想直接带走亲人 此时亲人已经没有心智力 小马替他阻止文恋 可小马还是心软被文恋打趴 文恋哭着冲向亲人他们 因为只有这方法可以解救他的爱人 眼看亲人他们不敢攻击 李亚只好攻击文恋 千里眼不断游说文恋快点行动 因为零等不及了 随手制造一把影子武器攻击他们 李亚勉强挡下 阿里蟹告诉亲人他们后面的洞 可能可以逃离 他让亲人他们逃跑去调查法务度内部 文恋也叫李亚让开 不然阿里蟹也会死的 李亚说 阿里蟹才不会让开 她是家族的守护者 她生活在贫穷却没水的村里 每天要花五个小时狠度沙漠背水回家 可为了阿里蟹不管是什么痛苦都可以忍受 阿里蟹在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时 喊出亲人他们名字 让他们阻止法务度和守护地球跟他的家人 然后倒下 剩下的小慧 他们就被千里眼带走做候补 千里眼说 亲人他们进入的地方是法务度的血管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逃出来 里面就像在米宫一样满是分岔路 他们选择走莫文指向的反方向前进 因为莫文一直给他们错的路 他们来到满是洞的房间 莫文一直给错的指示 气得修女一巴掃过去 骂他为什么不能像阿里蟹一样 用生命来反抗恶势力 莫文最终被说服了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心脏地区 只见一只魔物在敲打心脏 亲人问他怎么把法务度送回人间 魔物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他还以为自己在魔剑呢 然后得知控制是在脑袋 想知道的话叫亲人他们自己调查吧 他们后面有个入口通往脊椎 里面是监控房 亲人找出心脏输出的能源供应图 而心脏却不知道转送转移的事情 证明了法务度的转动装置不在这里 应该是随后来加上的 而且转移法务度需要大量的能源 那就需要心脏的能源 亲人很快就锁定一个房间 他叫莫文记录那间房间 这时亲人感觉不舒服 莫文让亲人他们休息 他趁机扛住他们赶路 因为他喜欢看到修女的笑容 还有卡修和小马帮他 很快他们到达目的地 莫文感觉到门口的另一边有非常恐怖的魔物存在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